大家好 这里是光传媒 每周热评 今天是2024年5月16日 我们今天畅谈的题目 我们有三个题目 那么第一个题目呢 就是新加坡总理交棒 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 那么第二个节目呢 是国台办 惩戒五个台湾名嘴 他的法理何在 那么第三个节目 就是习近平和普京的再次相会 那这个 各位都可能观察到了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 关于中国 关于世界的热点问题 非常之多 那么可以说 每周都有重要的热点问题 我们今天的嘉宾呢 是台湾政治大学的 李优坛教授 李教授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民政加拿大主席 赖建平先生 赖主席你好 安大好 李老师好 观众们好 我们老朋友 我们又见面了 我们今天呢 就谈一谈 时下的热点话题 应该讲这些年 尤其是最近 对于媒体人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激烈的时期 每周可以说都有很多 非常有影响的重要的事 那么可以说 本周的事情是比较多的 因为新加坡这个李显龙 他交棒新的总理 叫王迅才 这也是一个影响世界的大事 而新加坡是1965年8月9号 从马来西亚联邦独立出来 那么他期间有四任总理 那么李家呢 他不仅是先后担任两届总理 从开国总理李光耀 到现在的李显龙 那么他们李家的执政时期 超过了整个新加坡独立以后的80% 那么李显龙呢 是从 20 应该是2005年 他继位 那么他从 到现在他执政20年 那么这一次呢 他在5月15号晚上 交棒给新的这个黄显才 这个新的总理 那么黄显才呢 是海南省人 那么他的父辈移民到新加坡 他曾经在美国读书 新加坡呢 这样的一个国家 他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那么同时呢 他长期在中美大国之间 起着一个很重要的联通作用 那么他也在中南半岛 在东南亚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作用 在这个问题上呢 那么世界呢 评论很多了 其中最重要的呢 就是说 据说李显龙有这样一个精神 说新加坡 他在交棒的时候 大概是这样 就是说 有个三部原则 就是第一 就是新加坡不能平庸 第二呢 新加坡不能自满 那么第三呢 新加坡不能介入大国奔政 那么这个事情呢 他对应该讲对整个世界影响很大 那么尤其对中国 我们想对这个有请李教授 谈谈您的看法 因为新加坡是个很特殊的国家 您在这方面很有研究和造诣 有请 哪里 那个我是研究民主化的 新加坡从来没有被列入民主国家的行列 最新的报告是 自由之家给他的分数是48分 那他 没有言论自由 集会自由 结社自由 反对党从来没有机会 跟执政党公平竞争 所以人民行动党不断的执政 连续执政 那么新加坡小国寡民 建立一种开明专制 是全世界的特例 也就是全球 因为经济发展而成功 变成富裕的国家 除了新加坡之外 全部都是自由民主国家 包括台湾 南韩都是自由民主国家 那么新加坡这个模式呢 在我研究的 1850年左右的 Jones Domingo 英国的大思想家 自由之力的代言人 已经特别谈到 开明专制只有在小国寡民有效 因为统治者可以看到他所用的官员 会不会胡搞瞎搞乱搞 会不会贪污负化 那其实我特别去查一下新加坡的 那个贪污情形 在自由之家里面 也没有 也不是满分 他只有四分里面 只有拿到三分 他也不是说特别好 但是呢 他的经济发展 也就是说 他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国家 这个国家 包括我坐新加坡航空 我到新加坡去 我都觉得这个国家 那种一切向前看到的味道太浓厚 那么他谈到不要平庸 不要自满 不介入大国 但他们从来 新加坡人最缺乏的是自由 他们从来不愿意用法治去维护他自由 他法治只是维护秩序 不是维护自由人权 所以这套模式 他有非常大的迷惑性 也给中国的一些学者 御用学者像郑永连他们早期认为 中国需要走的是新加坡的开源专制 而不是主流的自由民主国家 但是我特别强调 新加坡模式只有在小国寡民 而且新加坡的特殊的地理位置 特殊的国情才成立 但是他对于这些专制的国家 他的迷惑性会很大 那么在我情况之下 新加坡说不介入国际 可是黄勋采刚上电 马上讲说他反对台独 那什么意思 台独他也不讲清楚 那事实上呢 李光耀早期那时候 那个李登月还跑去拜访过他 还强调说来自台湾的总统 所以新加坡是一个非常投机 非常现实的国家 那这个国家对国际情势的这种 那个掌控呢 以目前来讲的话还好 美国一直都跟新加坡还保持很好的联系 所以他虽然不是自由民主国家 但他始终也是反共 他还始终站在自由民主阵营 那么这样一个格局 我不觉得黄勋采上任会带来多大的改变 以目前的格局 新加坡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二手 麻六角海峡 一个因为地理位置特殊因缘而发展成功的国家 我大概看他就只有这样一个角色 这个角色有时候是一个杆杆 或者一个支点 他也可以起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我们不能小看他 他对印度 对整个印度海 印度那边南海 到台海到太平岸这边的影响 我们也不能小觑 那我相信自由世界 还是会牢牢掌握跟新加坡的关系 谢谢 李老师所言即是 新加坡是一个既无民主又无自由的国家 蓝先生您有什么看法 谢谢 我不认为新加坡这一次所谓的总理换人 会对中美关系 会对新加坡和中国 新加坡和美国 新加坡和世界 这样的一种国际政治格局 会带来多大的变化 会有多大的影响力 我认为不会有什么太大的 这个特别的影响力 毕竟新加坡小国寡民 就那么一点人 虽然地缘政治上 一个小旗子 摆在那个特殊的位置上 有一定的特殊性 但是从整个世界的这个政治格局来说 我不觉得它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力 这一次交棒呢 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 新加坡的每一个领导人 虽然是个开明专制者 是个半独裁者 但是它和独裁者 和纯粹的独裁者 一个根本的区别 那就还是有一点底线 不会赖在这个位置要做到死 你看那些大真正大独裁者 他死而后已 一直要做到死 所以新加坡 从李光耀开始 李光耀是65年到90年执政 也就是25年 他也没有赖在论上到死 90年到2004年 是吴作栋干了14年 那么从2004年到今年 等于说是20年 这个李显龙 每一个独裁者 半独裁者 到了这个25年 20年 或者是这个 你像吴作栋是14年 他就配了 那么还是自己 有一个底线 守了一个底线 就遵行了一个任期限制 虽然这个任期 不是新加坡的哪条法律规律 但是他们还是有一点点 这个底线 觉得自己如果太老了 会老眼昏花 会对这个国家 对这个民族带来灾难 搞这种终身制做到死 是最无耻的一种独裁者的表现 所以我倒是从这个角度 赞赏这四位独裁者 还是有点底线 这就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 谢谢 是这样 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寡民 开明专制 我想他们的这种做法 跟这种传统的极权专制独裁 还是有区别 那么新加坡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 它的金融 它的航运 那么再加上这个香港 被中共收回以后 完全的这种沦陷 那么这就更凸显了新加坡的重要性 那么这一次的交棒呢 也有同时 就是说至少有一个很明显的信号 就是李氏家族 他们没有短期内接棒的计划 所以呢这种家族统治 或者说家族统治的色彩 在新加坡应该是一去不复返 这是第一 第二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 新加坡能够未来有更好的明天 能够真正走向民主 从开明专制 从这种有限的独裁 那么它最终能够走向真正的 这种和平民主国家 这是我们都乐见的